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惊传爆炸声响 综合媒体报道 在当地时间10号傍晚 纽约时报广场突然地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 下水道的人孔盖甚至还吸货人收 事件发生之后没多久 网路上就开始到处流传现场画面 从曝光的画面可以看见 当时街道上大约有上百名的行人正在路上逛街购物 当听到爆炸声响之后 所有人一致面露惊慌 拔腿狂奔 还有人边跑边尖叫 场面十分的混乱 根据纽约消防局表示 这一起爆炸是发生在傍晚6点45分左右 时报广场周边第七大道与第八大道之间 有三个下水道的人孔盖突然的起火 所吸引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经过调查之后 纽约市消防局表示 有三处人孔盖因为电线故障的火星而发生了爆炸与火灾 爆炸区域附近的一氧化碳浓度升高 目前正在排气作业 尚无有任何人因为这起事件受伤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其中上海市的现况最为严峻 上海市卫健委今天通报 新增本土确诊两万六千零八十七例 再度突破了单日新高记录 联合早报综合报道 上海市疫情防控政策 从早前坚持不封城到半封城 又到全域静态管理 院区严格的封控措施带出许多人道悲剧 除了当地居民不得出户 饮食没有保障之外 养老院等等场所也传出了集体确诊 乃至于多人死亡的惨剧 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 是该市最大的老年人护理中心 有1800张床位 根据财新网引述该院护工表示 他们最近看到了几具尸体 至少有一百名的病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呈现出阳性 院内医护相继感染 病患与老人难以自立 而这仅仅是上海惨况的冰山一角 但是中共当局仍然坚持要严格清零政策 根据中国澎湾新闻报道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良万年 十号表示要坚持无症状感染者 轻症患者集中隔离 是由中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决定的 推进动态清零 就是要把社区的感染者全部的找出来 然后实行集中隔离管理 给予相应的治疗 两万年指出 上海这一波疫情有四个特点 首要即是主要流行病毒株 为传播迅速快的Omicron BA2 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感染者占比例非常高 导致防控具高难度 他说其次是上海目前已经出现广泛社区传播 意味无法紧靠对Delta的方式来打击Omicron 必须要采取更为果断和坚定的措施 第三上海人口多达两千五百万人 在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时 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共同地完成某一动作 对各界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随后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往频繁 这一次除了防止室内扩散 也要防止溢出和境外移入 因此有三条防线的压力 他重申 坚定执行动态清零是最佳选择 也是当前的最佳方案 上海封城之后民怨四起 在群众与经济压力之下 上海当局决定要奔批为解封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顾鸿辉今天上午宣布 根据最新一轮核酸普筛结果和风险研判 上海已经划定了首批分区防疫名单 其中防范区有7565个 区内的人员将可以在所在的接证范围之内适当活动 顾鸿辉表示 近两日上海启动了一次全市核酸筛查 截至11号上午8点 一共采样了2512万人 其中结果异常25996人 上海将会按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全市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 其中封控区是指 近7天之内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住小区 自然村或者单位场所 实施7天封闭管理 加上7天居家健康监测 7天封闭管理期间实行区域封闭 组不出户服务上门 管控区则是指 近7天内没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住小区 自然村或单位场所 实施7天居家健康监测 人不出小区 严禁聚集 原则上居家 每户每天可以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 分时有序分区限流 至小区指定区域无接触式的领取配送物资 防范区则是指 近14天之内 没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住小区 自然村或单位场所 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 严格限制人员聚集规模 人员要减少流动 避免聚集 另外根据观察者网报道 由贵州省原护医师指出 收到了通知 18号之后可以离户返回贵阳 这代表着上海在此后 渴望逐步解封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当前在多地延烧 目前还没有看到此波疫情的拐点 而各地防疫乱象频传 也未见解解之道 综合报道指出 近日上海浦东 有段19分钟的录音在网络上流传 有家庭持有阴性报告 却被警方已接到的命令 就是把你带走 说你是阳性 你就是 强制地带往方舱医院隔离 并且向民众表示 不需要看他们的阴性报告 只需要执行命令 先去方舱 真的错了 再投诉就好 接听电话的民众 质疑此行为是草菅人命 阴性去方舱 怎么可能不被感染 事后投诉成功又能如何 执法人员则回复 是执行上面的命令 执行错了 也不是他们的错 而这一段录音的结局 就是民众抗疫未果 仍然是被强行的带往方舱医院隔离 该录音也凸显出 当地疫情防控测试之荒谬 大规模筛减得出的检测结果 在执法人员面前 不具备任何的价值 这与中共当局高喊科学防疫的模样 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除了检测阴性人被强制隔离之外 上海的另外一头 徐汇区 则是出现了封楼又突然的解封的荒唐事件 根据市民贴出来的 来自协会区疾控指挥部的紧急通知 4月10号夜里24点前 对全区所有居民小区住户门上贴封条 全区居民停止一切非必要的外出活动 严格做到逐步出户 4月11号禁止一天 但是戏剧性的事 就在工作人员贴封条的过程中 贴封条这件事就被紧急叫停 上海居民贴文披露 晚上九点半通知封门 十点半又有人说不封了 根据网友公布的消息指出 之所以会出现封门的乌龙 是因为有大领导要来 消息指称 孙春兰要视察续汇区 得知封门之后大骂续汇区 也有消息称是舆论压力太大 导致封门被紧急叫停 乌尔冲突持续 各国斡旋的动作没有停下来 奥利总理内哈默11号将在莫斯科会晤 俄罗斯总统普京 表示希望帮助乌尔搭起桥梁 制止侵略战争 另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 也引发了北约的高度警戒 并且促成了芬兰与瑞典 最快将会在今年夏季加入组织 进一步凸显俄罗斯回军入侵乌克兰 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失误 明轨日报报道 奥利利总理内哈默已经动身前往莫斯科 并且将在11号会见普京 他在推特写道 奥利利虽然在军事上保持中立 但强调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必须要停滞 同时必须进行针对人道走廊 停火和对战争罪的全面调查 他希望此行能够充当乌俄之间的搭桥者 并且让战争停止 但是他也坦言 取得进展的机会是为乎其为 克里姆林宫也证实了相关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内哈默与普京的会面 将会是开战以来 普京与欧盟领导人首次的面对面会晤 此前自冲突开始以来 普京只有在3月初时 与克里姆林宫会见过以色列总理班奈特 乌尔战争爆发至今一个多月的时间 外界推测很有可能会演变为长期战 而这突如其来的战争 也让外界再度聚焦台海问题 担忧中共解放军 是否会与俄军一样挑起战事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 在本月3号公开的针对台海局势 进行并推内容 设定中共解放军在2030年 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 推演中设计出了四种可能情境 第一种是中共实施网络攻击 并且以飞弹摧毁台湾军事基地和通讯设施 同时海军包围台湾 美军反应较慢 要派遣军舰解放时遭受到大量的飞弹 鱼雷和无人机袭击 中共将集成美军舰的影片散布到网络上打宣传战 严重打击了台湾士气 使得台湾人不愿意挺身反抗登陆的解放军 因此解放军大获全盛 第二种可能性是部分解放军顺利的登陆 但是这次美军的反应较为迅速 美军远程轰炸机与飞弹摧毁大量解放军登陆舰 阻断后续部队的登陆能力 先前成功登陆的解放军后继无援 台湾守军与美方合作集中火力 歼灭已经登陆的中国军人 第三种台湾初期遭受到严重打击 但是台湾军方挺住了首颇的飞弹袭击 当解放军大量登陆舰航行在台湾海峡时 美军来源的无人舰艇先行发动攻击 大多数登陆舰遭到击沉 台湾趁此机会修复军事基础设施 动员后备部队为接下来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 第四种则是情报确定北京要不计代价的武统台湾之后 台美合作先一步发动网络攻击 使得中国沿海军港陷入混乱 解放军指挥管制通讯资讯情报 监视和侦察能力被破坏 大批登陆舰形同困在自家的军港之内 如果勉强出海就会成为火把 遭到先进移动水雷以及飞弹攻击 丧失作战能力甚至是沉默 至于对台发射的飞弹 多数被美军协助部署的防空系统拦截 无法对台湾造成重大伤害 除此之外如果台湾遭到进犯 届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友 也会像无恶战争一样 运送台湾所需要的军事物资 确保台湾拥有源源不绝的补给 在这种可能性之下 中共解放军进反军力将会被群属歼灭 而美军在进行兵推的同时 也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美国参谋所长联系会议主席命令 前后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听证会上表示 要恶阻中国侵犯台湾 就必须要确保让北京知道 台湾是一个难以攻占的目标 美国可以遵循目前协助乌克兰 对战俄罗斯的模式 帮助台湾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